941就是62 63 没变过的 其实近期零零射射是94元突然飙升上去 这两天当然就有些波动了 因为你没办法了 其实大损跌到四脚潮天的话 大家将心避忌要沽货减持的话 你明明那只股票虧了两三成 我知道 应该看基本因素 但实际上零售投资不是这样 哇 我的中移动还有钱赚了 先沽了 跌下来怎么办 跌了一些 先拿着 哇 可能很快反弹 大家炒过股票一定会吃 所以这些都不会特别做得好 所以回了下来 我继续看62 63元 但刚才提过 你说会持货不沽呢 其实我上个星期也提过一件事 如果是中长线就不用说了 那就是中长线就持货 但如果是短线的话 我觉得64跑到68这一阵 其实真的快了一点 特别和大市比较更加离奇 所以如果你说走短线 你真是之前听我们说 62 63买了的话 其实就是68至70 沽三分一至一半 就是很简单的 沽了一半 你有钱跌下来的话 你再买 它不跌的话 你买其他东西 可以减低 你现在放在市场上的注码 压力 那你才可以拿得长 所以我觉得 始终港股这一两年都比较弱 没得硬来 所以是不是真的 每个都要拿长线 两年三年呢 市货不是很配合 所以可以一半是拿久一点 有一半是比较灵活一点 我觉得是更加配合现在的市货 所以我觉得中移动 68 70都真的差不多了 不敢既然排到 他只是做电讯 他不是滴滴落鱼 所以要考虑到短期的声势 估值 以及大市的气氛 但是 总结来说 我是中二中二动 我再说一次 第一 它有4G比5G 很稳定的现金流 大家每个月贡献给它 阿波会上升 这个是一向的说法 近这两年不是讲这些事情 近这两年讲就是 B2B 讲去云而无 我两星期前去广州出差 广州高四站就有很大的牌 叫天翼云 天翼云就不关中移动 天翼云是中电讯的 明显地 如果大家在内地比较熟一点 我叫做我就不太熟 但起码4月到现在 我上了8次内地 叫知少少 亦都我不断会见很多公司 在内地做云 他们现在专利找些公家云 你看到亚里云、腾讯云 为什么要减价 就是被他们打到一拨一拨 所以你亦都见到 中移动、中电讯、中联通 上半年的业绩 有8%,10%,12% 怎么来呢? 当然不是由阿波带动 所以除了有很稳定的现金流之外 亦都有一个少许的增长概念 就是云 第三就是说中移动和中电讯 亦是保证派息70% 所以其实要现金流有现金流 要增长有增长 要派息有派息四个字 互服何求呢? 那不是说它会升到爆重100元 但是跑赢大市是正常的 但是都是那句 始终它都是做电讯 在现在市况之下 高追也没什么好处 所以维持62、63元 就是我们买中资电讯股的一个部署 那你立刻会问 那买哪一只? 我都是选中移动和中电讯 为什么? 我回答你了 很简单 其实两只很相似 做的事相近 有一个很不合理的说法 因为你买一手中移动 就会比较大 如果你想拆开一万多千买一注 中电讯有个优势 不是说大家只买一万多千 但是起码你买的时间可以逐着买 减低心理压力 沽的时间可以逐着沽 可以根据市况锁定利润 叫做一箭双丢一石二鳥 变相中移动和中电讯 这两只就是我自己的心水选择 但是要停一停等一等 和想一想 当它回落小时 会提升我们的回报潜力